建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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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副縣長 建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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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家豪說今天為什麼又要這樣子呢 總統還一直打電話給我們說 不要開 不用不用 還要不要什麼 把我們當傻瓜 上百名花蓮秀連鄉同門部落 軍民頭上綁著黃布條 大聲抗議要求花蓮縣政府 尊重原住民資主權 氣氛縣府沒有告知就計劃 將秀連鄉的生態觀光景點 牧谷牧魚化社為生態警官區 認為根本是剝奪原住戶的生存權益 想要趁著縣長清明日陳情 結果大批人馬鋪了個空 縣長沒有出席 引爆村民不滿情緒 場面一度混亂 今天我們要見縣長的意思 就是把我們的陳情書 喊同門部落主人拒絕化社 牧谷牧魚自然人文生態警官區區的連署書 要交給縣長 請縣政府的發言人給我們一個承諾 如果今天沒有一個承諾出來 沒有答案出來 我們依然會坐在這個地方 民國七十九年歐菲利颱風重創同門村 為了重建當地觀光 政府單位著手規劃 木谷牧魚自然人文生態警官區作業 但若是被縣府化為自然警官區 居民擔心會受到許多法規的限制 讓他們在自己的傳統領域上生活受到影響 堅決反對 我們的訴求很簡單 就是我們自己的家園 土地 保留地 以及國有地裡面的傳統領域 我們自己來做主人 自己來經營管理 這是我們最大的訴求 不要讓官商跟財團進入我們的家園 因為就是歐菲利颱風 整個部落的經濟都沒有起來 那部落就發現說我們有這麼好的資源 有清水溪 有這麼好的生態保育 可是很多漢人還有外地的遊客 來破壞我們這個生態 當時你們就有這樣的共識 就是說我們要用我們自己的方法 去保護這一塊 去管理這一塊土地 但是我們希望是說 因為剛開始你假如相公所沒有去推動這些東西 你為什麼前置作業都不做好 到後面你才要給同門出名困擾 如果你前置作業做好 就不會有今天這個問題啊 你光推銷清水新木古木 一直狂打廣告 今天讓所有人都進來了 連我們自己主人進去 還要寫進出管制 管制表 我是同門人欸 我是部落主人欸 我為什麼還有權利要給檢查看那個身份證 他還給我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你覺得他尊重我們嗎 同門部落居民紛紛表達不滿 不過華蓮縣長沒有出席 只有副縣長在 對於大家的憤怒不發抑鬱 你是耳朵龍嗎 是啊 你剛才叫我不要的 華蓮縣在 鄉民在家 有 我要請他來啊 你一直坐在那邊幹什麼 我有請他來參加 你副縣長是真的那麼老大嗎 不是啊 你剛才說你不要去 你也沒有聽嘛 我有聽啊 怎麼沒有聽呢 怎麼像木頭人一樣呢 他們在家你還不聽啊 不是不聽 不必要這樣啦 事情 事情 為什麼不必要這樣 那你要怎麼樣 公部門你要來良心 不要就是不要 同門部落堅決犯 對化設牧谷牧魚為生態景觀區 捍衛自己土地協調成情 最後不歡而散 而華蓮縣政府規劃 將牧谷牧魚化設為生態景觀區的案子 目前還在規劃聽取各界一界的階段 會不會執行目前還沒有定數 記者嘎召花蓮市採訪報導